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292集 伴咒道深 永恒先与苍穹上 星空中的逆凡竹在苏醒 其身躯上所有岩层都在不断碎裂的同时 在这大地上唯一排泄而坐 不受任何影响的就只有白小纯 此刻的白小纯身体枯萎了不少 没有丝毫气息从其身上散出 他闭着眼头发飘摇看不出生死 可却隐隐的似乎有某种玄妙之意 在其体内升起 仿佛坐在那里的不是凡曲 而是一尊神奇 而在星空中 在白小纯生命与神念画作的无数蒲公英 扩散的一处废墟里 此刻也有惊人的变化 正在快速的出现 那些废墟随着蒲公英的炸根 随着其扩散不断的散出光芒 驱散了黑暗 使得一处又一处废墟渐渐焕发了光明的同时 更有一些升级正在慢慢的运化出来 那些被彻底点亮的废墟里 随着光芒的扩散 黑暗的消失 大地似乎出现了昂然之意 好似沉睡了多年的苏醒 又仿佛是寂灭之后的重生 整个星空 在这一刻 仿佛曾经的漆黑 也都不再无比黑暗 能明显地感受到 有一股惊人的意志 正在焕发出来 这意志的出现仿佛撼动了黑暗 使得星空的黑幕 在这一瞬也都掀起了波动 似乎在这星空内 黑暗与光明正在进行一场无法严明的战争 若能在一个星空中的绝对高度 去俯视整个星空 那么展现在眼前的画面里 就是一幅好似夜空般的画面 曾经漆黑无比的黑暗长空 此刻却繁星点点 一处又一处的废墟散出光芒 而他们的光芒虽微弱 可却彼此渐渐似要连在一起 而那星空之黑 似乎不甘如此 想要将那些被点亮的废墟 重新淹没在漆黑之中 可却缺少了一些灵动 似乎只有本能的阻止 一场寂灭与生机的争夺 在这星空的任何一处角落 都在进行 甚至若仔细去看 可以发现 每多出一处废墟被点亮光芒 则白小春身上的玄妙 就会增加一丝 渐渐的 那种神奇之感 也愈发强烈起来 数十年的时间 哪怕此刻 逆凡提前苏醒 可白小春的这种点亮 整个星空修行的道 依旧坚定无比 已然将整个星空内的五成废墟 彻底点亮 只是 这五成区域 之所以能被白小春顺利的点亮 是因之前逆凡的沉睡 在他没有苏醒的情况下 白小春才可以没有阻碍的 做到这一切 可如今 随着逆凡的苏醒 这星空中的黑暗 好似一下子 从之前的本能阻止 变得灵动起来 星空震动 仿佛有一股意识 在这一刻苏醒过来 驱使四周的黑暗 一方面 阻止白小春 继续的点亮星空 另一方面 则是在所有被点亮的废墟四周 黑暗如同潮水 散发出莫名的昏明嘶吼 要将那被点亮的光芒 重新淹没 在这对抗下 那些没有被白小春点亮的废墟 好似风雨飘摇一样 摇摇雨坠 似乎随时可以被黑暗吞噬 不过 那些被他已经点亮的废墟世界 黑暗虽狂暴 但每一次的呼啸而来 都被蒲公英散出的光芒 阻挡在外 只是如此一来 就好似胶着一般 白小春虽阻挡了黑暗的回归 但也没有余力去点亮更多的废墟世界 这一切外人看不到 甚至白小春自身也都没有清晰的意识 一切都是他的本能 在无法继续点亮星空后 很快的 在距离永恒先雨最近的 也是第一个被白小春点亮的废墟内 白小春生命与神念化作的 蒲公英光芒万丈 在成为了这片废墟的光源之后 渐渐的 这蒲公英外的光芒 居然扭曲了一下 勾勒出一个人形的虚影 这虚影慢慢凝聚 最终竟化作了人形 排西坐在那里 随着面孔的清晰 竟露出了白小春的面孔 远远看去 就好似此地多出了一个白小春的分身 可偏偏 这似乎又不是分身 其内蕴含了道 蕴含了生姬 更是蕴含了属于这片废墟 曾经的本源之力 这一幕没有人看到 可就算是有人看到 也都无法去说得清楚 这出现的到底是什么 就算是白小春 也都对此没有什么判断 或许 略准确的称呼 应该是道深 这赫然是白小春本能的 在发现自己的道 云逆凡苏醒后 再无法从五城区域外的星空 去点亮后 选择的另一种方式 既然无法继续蔓延 那么就以这五城区域 谨声主宰 随着道深的出现 顿时 这处废墟的光芒 竟一下子比之前 要强烈无数 无声的昏明下 直接就将四周的黑暗 大范围的驱散 任凭那黑暗内 传出什么样的咆哮 也都无法在这光芒中靠近 只能不断的消散 就在这处废墟内 白小春的狄尊岛身出现的刹那 永恒仙雨苍穹外 逆凡的墓中 猛的就露出强烈的光芒 它那庞大的身躯 此刻动弹的更为距离 身体的碎力 大片大片的扩散 一颗颗陨石碎块 从它身上不断的落下 有的扩散星空 有的则是直奔永恒仙雨杂取 那种焦急之意 永恒仙雨之人 都可以清晰感受 它在焦急 宋缺呼吸急促 忽然开口 一旁的圣皇也已然察觉 二人相互看了看 都看出彼此目中的激动 他们猛的转头 直接就看向 永恒仙雨大地上 唯一盘膝打坐的 白小春 这一刻 随着那处废墟内 白小春的倒身凝聚 在这永恒仙雨上 白小春的本尊体内 那种玄妙之感 竟从其身体内扩散出来 笼罩方圆摆帐范围 摆帐内 碎裂的大地 竟出现了愈合之意 浓浓的升级 更是盎然而起 而最让宋缺 与圣皇震撼的 则是这一瞬 白小春的体内 似乎有一道本源之意 正在散出 很快的 当第一处废墟内 蒲公英化作白小春的倒身后 第二处废墟 第三处废墟 那一处处被白小春点亮的废墟 此刻 竟都出现了白小春的倒身 这一尊尊道身的幻化 光芒顿时爆发 甚至影响了整个星空 使得众人抬头看去时 星空似都被改变 似乎有一半区域 光芒惊天 有点意思 就在这光芒彻底爆发的瞬间 永恒先与苍穹外 身躯庞大的逆凡主宰 猛的抬头 他的口中 传出可以喊动众生灵魂的声音 这声音蕴含了苍穹 更有冰冷 似从无尽岁月外传来 扩散天地星空的同时 他的身体猛的移动 这一动之下 苍穹轰鸣 星空震颤 逆凡那惊人的身躯上 所有的岩层在那碎裂下 在他的这一动中 轴然崩溃 全部爆开 而随着爆开 逆凡的身体 彻彻底底地 解开了所有的封印 远远一看 这尊巨人 屹立在星空中 而有横仙羽在他面前 就好似皮球一般大小 而其内的众生 似连蝼蚁都不如 微不足道 这一瞬 天地忽明 永恒仙羽众生 全部身体颤抖 呼吸急促 他们的心神内 掀起掏天打浪 在这之前 他们中也有人认为 或许逆凡苏醒后 他们不是没有逃命的可能 但直至这一瞬 在逆凡苏醒的一瞬 他们才明白 根本就没有半点可能 永恒仙羽上的所有人 他们的脑海都在这一刻 好似被某种意志占据 好似失去了自我 只能呆呆地看着苍穹上的逆凡主宰 其堪比半个天空的右手直接抬起 向着永恒仙羽一把抓来 其身躯太大 右手更是堪比半个永恒仙羽 此刻的轰然落下 就好似天塌一般 昏明众生 此方星空一百零八戒寂灭 方诞生一株永恒之花 今日舞曲此花成就永恒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